大家好 大家 來 這是我們要修改的案例 欸 你明明在講視覺話 怎麼出來全部都是字呢 因為它是自製的視覺話 對不對 現在是這樣 它是一張台中大理演唱 目前主要有兩項議題 第一個都市計畫 它談了這些細節 再來 它有關文化資產的什麼調查 就談了這些細節 OK 那有關這一張呢 我想要徵求一下各位 你會覺得 你會想怎麼改它 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不可以拆分 因為 它是 有兩個主要議題就是這兩個 如果你拆分的話 那就只看到一個 所以 你不可以拆分 第二個你的字不可以變少 因為 它是整個計畫 這一句就是這樣 它是一整段 所以在這兩個條件下 你會想怎麼改呢 這裡有舉手 Terry 畫底線跟背景 背景用那個顏色 OK 有點像底線跟螢光筆 這很常用喔 用那個動畫 就是螢光筆 螢光筆 它 假設你要想做市計畫這個部分 它就是這個顏色 那如果說其他地方的話 會不會用什麼 就淡色 淡化 OK 所以有點像 有點像 畫關鍵字對不對 就是 重要的是你上顏色 其他不重要的字 可能就稍微淡一點 還有沒有 這邊 標題放大 不過這個 自己穿的部分有點大 不過自己穿那個 應該是會work的 OK 這也可以加分 E有嗎 再一個 我用螢光 螢光 螢光 OK 所以就是跟底線相各的 就有點 就四倍底線 把四個底線 把一個東西圈起來 OK 這些方法 其實都是 我們從小在課本上做的事情 對不對 雖然在對付長篇 純文字的時候 以前我們對著課本做的事情 這個時候真的很有用的 那有關視覺化 站在這個角度 會怎麼處理它呢 我要先知道 簡報的視覺化 它其實不是 有關圖片 或者是圖像 或最近不是 會流行那種 那種單色的 那種很小的 那種icon 那種東西 其實不是在講這個 而是在於說 視覺化的思考是什麼 什麼東西呢 那就是 用視覺的語言 去把你腦袋裡 所想的東西 給你講出來 這個東西 會練習在三個重要的基礎上 它們分別是 東西的大小 東西的位置 以及線條 大小 這個 我問一下大家 你覺得 如果在板面上 有一個東西很大 另外一個東西很小 哪一個比較重要 大的 OK 大家都很清楚 再來位置 板面上有不只一個東西的時候 A B C 聚在一起 D在旁邊 那請問 這總共有幾組東西 兩組 這就是 位置 和東西彼此之間的距離 會凸顯 這就是用 視覺的語言 去描繪你腦袋裡面的觀念 那最後一個是線條 兩個東西又線牽在一起 包成是有某種邏輯連結嘛 對不對 所以這裡 有點像是 我講的視覺裡面最簡單的三種 文字 它可以用來表示三種不同的觀念 第一個 大小 表現目的的重要性 比較符合目的的 用大的 相對不符合目的的 用小的 那另外位置跟線條呢 一個是表達誰跟誰一組 誰跟誰也有關係 這一體現的 其實是邏輯連結 我在講有效的資訊SOP的時候 其實就是因為用這兩點去篩選 你要放什麼東西在板面上 對不對 在這裡也是一樣的 你用大小去控制 符合目的的東西你要大 不符合的要小 位置跟線條 整體現了這幾個元素之間的邏輯連結 我們先從大小的談起 用剛剛那一張來示範 剛剛那一段我先挑 上面都市計畫這一段 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這一段我們看下去 會稍微有點困擾呢 這其實是因為 這一段裡面 四字等大 所以你會發現沒有一個人是重點 所以這裡 對你來說 這就是一個長長的方塊 你完全不知道那裡面哪一個是重要的 這個時候我可以做的事情是透過目的去篩選 誰比較重要呢 關鍵句 我先從上面挑出一個核心的關鍵句 都市計畫是否為公園用地呢 這我挑的 因為有效資訊 資訊商圈相對的嘛 你挑的可能會跟我挑不一樣 同樣的資料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但是你把你的關鍵句挑出來 你就可以確保說 你所要講的 跟同一篇上寫的 是扣合的 那再進一步呢 這一句啊 我把都市計畫這個關鍵字再挑出來 這是做第二層次的大小 我再把它做出來 這個東西跟原本啊 它你全部都一樣的大小 它會顯現出什麼樣子的差異呢 修改之前它就像這樣 自己一塊 這是我們一開始的狀態 對它有點束手不測 除非我們像畫刻本一樣 畫螢光皮啊畫一些 如果你破了大小變化這一招 你很快就可以做到這件事 這個東西跟剛剛有沒有差很多 其實有 因為第一瞬間 你看到 這是個跟都市計畫有關的東西 然後你要談的主題是 它是否改為公園用地 下一個層次 你再看它是在講什麼細節 跟左邊相比 一次不少 它的大小變化做出來 你會發現 欸 這個東西怎麼清楚得很多 這其實就是視覺化 你大小這個觀念 用大小去提 體現你這一段的層次 什麼東西重要 什麼東西次要比較不重要 大小這件事情可以幫你 它第二個好處是 對你要改字的大小很簡單嗎 相對於找圖來說 你一張圖裡面 一份圖裡面 如果整個都圖的話 你光找圖 你就要耗掉不知道幾個小時 但是 你一段文字啊 你想想看 你要找到一張台中大禮煙夜場 什麼時候在地 然後一張非常漂亮的圖 搞不好你還用Photoshop修過它 跟你直接這樣做 不要拉出來的東西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這一件事情其實 你可以在三分鐘之間做到 對吧 這就是這個東西 為什麼這麼實用 對付長篇純文字的時候 大小變化這一招 非常非常實用 這也是Vincar跟各位爆雷的東西 OK 再來我們來談另外兩個 位置跟線條 要如何體現邏輯連接呢 這一招其實是用來對付條列式 我們以前啊 看到就是 前面那種 就是全部寫出來 有點像把PowerPoint拿來當Word在用 那這個比較近些的 把PowerPoint當PowerPoint在用 我們有好幾個BootyPoint在這裡 重點A B C 那文明再說 我知道A是在彈這個 B是在彈這個 可是A跟C有什麼關係 我們常常是這樣喔 其實A跟C有關係 但它這樣列下來 你其實在列什麼 你是在依你講解的順序 A,B,D,D,D案列下 你其實沒有真正把 這個觀念的邏輯連接給講出來 你只是照你講解的順序列而已 那這是很可惜的 如果你有位置跟線條的概念的話 你可以把它做成 類似這樣子的一種方式 假如說是從A推演到B B推演到C的話 你巧妙利用線條 以及改變它的位置 這還作加一點大小操作 在這裡你可以比較快速的 讓大家搞懂 你這一張的邏輯關係是什麼 好 我們回到前面這一張 同樣的 一開始這一張 你要怎麼利用位置與連接 位置與線條去體現他們的邏輯連接呢 他們的邏輯連接應該是這樣 大標題 我們目前要談的議題有兩個 一個是都市計畫 一個是大理演員上 所以 某種程度上就是把 一個大標題分裂成兩個小子項 的這種概念 所以 位置跟線條上 位置你可能就擺兩個 然後 線條可能就一個東西分裂成兩個 大致上就是這樣想 所以你會發現 跟前面一樣 一字不少 你做了 首先 位置排好 線條拉起來 然後再做大小 線條會變化 這一張 跟你一開始那一張 有點像Word的那一張 簡報 觀眾的理解力會差非常非常的多 那其實這應用就是 視覺化太多 你用 視覺的語言 去訴說你腦袋裡面的觀念 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OK 那當然你在台上 你是要Present的話 你可能這些細節啊 如果你不需要附的話 你可能就 彈大標就好了 細節你可以用口述的 OK 那這是 前面這個示範 示範歸示範 大家還是要稍微操作一下 會比較有感覺 我拿這一張來當例子 這個是XX電信 大家看應該 大概知道說哪個電信啊 我沒關係 就要把它維持XX電信 它在大數據的應用上 它有了就是 這些東西啊 它做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把它列成標格 就我們剛剛談的 視覺化的三個觀念 以及前面的素材處理的 什麼拆分啊 篩選啊等等 你會想怎麼 運用這一些觀念 來修改 這張同一片呢 這一張 比較重要 所以我要用小組搶答的方式 我會給大家大概 這張需要考慮比較久 我會給大家五分鐘的時間 在視覺化練習這一張第九頁 請大家幫你那一組討論的結果 大概畫個草圖畫下來 那我是建議你用 比較粗一點的筆 那如果你會需要 就是有一個硬硬的版型 練著的話 那邊我幫各位準備了六個 這種夾板 你可以自己去把它拿過來用 OK 給各位五分鐘的時間 來畫這個草圖 對 待會我會請大家來分享 如果你字很多看不到的話 我們的獎益最後面 在第十五頁的地方 有一個持分版的在那邊 如果你要看清楚的話 可以去裡面看 OK 好 好的 你 здесь 這我先簽兩下 很難 那兩個 此刻 因為在我 還有 ắng 我amaan 這個我先簽兩下 簽兩下 現在看來是吧 她的姿勢 她的姿勢 選擇 你不聽得懂 不聽得懂 這件呢 我誤會 我老是 我老是 我媽的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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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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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後我覺得他還是有個剛才講的 對面之間的硬件會更好 他要照著你現實 他現實還會更好 你說這個我們需要跟著大和小 跟你講到我們會慢慢來 然後就請問我 請問他會做的 請問他會做的 鼻子 XDDDD 好,時間到囉,請各位先回座,如果你畫好的話已經有三回座好了 OK,好,各位,接下來就是搶答的時間囉 現在執行組啊,因為我剛剛覺得這樣 來,各位,各位,各位 因為剛剛執行組,我覺得這樣是要一二三,因為我沒有那麼多題嘛 最倒數的幾組我覺得這樣很抱歉,所以我會隨機叫組 這組我覺得第八組吧,第八組在哪裡 OK,可以請你們來當個時星,謝謝 喔,這組有四個人,四個人應該會看得比較準 因為有八隻眼睛之類的 每組合成一隻蜘蛛,然後你給我八隻眼睛 OK,好,再來喔,我隨便倒數囉 你已經畫好的,想上來跟大家分享的 來,舉手請準備 3,2,1 3,2,1 好,請第四組 帶著你的那一張圖過來 過來我這裡 OK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用法是這樣 這邊朝上 把你也這樣壓在這邊 OK,然後請給大家幾組 他們師傅雅這邊 這個可以 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會把那個 什麼 他他電話系統的那個標題 就是這個 他打字 然後把那四個應用議題 就會 以中等按照在這裡 然後後面就是他的描述 然後就是 這個議題的 感覺那四個像是他們應用 所以就會用幾小點 OK,好,謝謝 這構成很好 好,謝謝 那剛剛呢 我一瞬間想到的 可能的一個會面臨的困難是 這邊大標題啊 大標是長的 那你這邊的設計是 一個比較直的長方形 所以到時候可能會需要 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OK 來,第二組喔 第二次舉手 請各位舉手請準備 我剛剛舉過的基本 就是 剛剛第四組 就可以不用再舉 來 3 3 2 1 13 13組 13組沒有要派人嗎 好 Vitor請出列 這組就謝謝 好 你居然還在畫就出來 這什麼意思呢 你居然還在畫就出來 這什麼意思呢 先求有在說 呵呵呵 你居然還在畫 你可以先坐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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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朝上去這邊 好 OK 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的畫質 好 那我們一開始的話 就是上面這個 就是我們標題最主要 就是他那時候講 就是大數據的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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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覺得把最重要的東西 我們在字體放在這裡 然後這裡 比較大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原本 剛剛那個表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接下來的話 呃 它只有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什麼 內部的一個 什麼 類似一個成效 然後另外一個是 就是花費的那個部分 那我們去講的時候 分成兩個部分 那 內部 就是剛剛那個 一開始講內部的部分 我們一開始會先用 可能條列式 就是 把一個一個重點 列出那四個 然後這個列出幾個 然後這是用一張同文篇 然後接下來 那我們再把下一張 同文篇的時候 就等於單獨一次 拉一個這個出來 就是一次講這個 把一個拉出來 然後拉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圖表 因為他譬如說什麼 他用了這個方案以後 比原本 假如增加了八倍 那我們這個圖表 可能這個拉出來 就變成這一項 然後這一邊 那這一項 這邊的話 這邊其實有個圖表 那這邊就是原本的 然後跟八倍 那這個比例的話 類似就是要符合是 就是八倍 八倍的這個長 就是這個長度 就真的是八倍 然後我們一看就是說 不是這裡可以弄成是 呃 就是方向是 這個方向 這樣 好類似像這樣 然後就是這個上來 然後譬如就是 八反 這樣八倍 然後就變成每 第一張圖是全部 然後二三四就開始 就是單獨一個一個 拉過來 然後把倍率 用這個大小來看 然後我想說這樣會比較 好 OK 謝謝 這想法還滿不錯的 OK 那我也再說一下 剛剛這一個想法 就是他可能會有一個隱藏的 就是你未來需要努力的地方就在說 因為八倍等等這些數據啊 他直接用文字的方式表達 其實大家大概都可以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因為幾%幾倍 那如果你要用長條圖的話 是OK 只是你需要做額外的工作 那這部分 我就覺得說 他對於大家的理解 其實沒有太劇烈的影響 因為長條圖是用來比較用的 那這裡 他原始的那一章 其實講的是一個絕對的數字 所以在這裡 你直接用文字表達 可以避免做的 比較偏向白貢的東西 OK 那再來我想請第十一組當執行 最後一次機會喔 第十一組在嗎 那不在啊 滅足了 那十二在嗎 十二組 OK 請十二組來當執行 最後一次囉 OK OK 來 各位舉手請準備 三 二 一 還一個 第二組 第二組 好 剛剛慈禧的就可以自己加五分喔 箭頭超級 到果然箭頭一定要超級 好 可能是把音大數據應用成效用 就是我 因為我字體沒有寫特別大 所以它是大大 就是最大的那個字體 然後接下來分左右兩邊 成功案例跟大型就要按 然後它原本有八個字 我們就只要用四個字 成功案例 然後再來就是下面這邊啊 這四個圈起來的 是它不是有四項 然後我們會把它分成左右 然後它用中的字體 然後它原本右邊的那一些字 我們會把它縮小放它下面 然後完整對齊 然後數字會把它換色 會比較清楚 然後再來這邊大型標案的部分 我們想說 因為它也不是可以用圓名圖呈現的 所以我們會把它就畫成 就合起來是比較像方形 然後30.8的就會最大一格 然後0.6就會最小一格 然後把原本的文字寫在圖形裡面 這樣 謝謝 那 這組的話 它就 兩個都有寫 然後最後一個用方框的大小 來表達文字 等到 那個差異 我是覺得是還蠻妙的 那這裡有一個 可以去進步 努力的地方再說 因為 第二部分什麼內容應用那邊啊 它的數字大小其實差異蠻大的 有四十幾 三四十億的 也有0.6億的 那你的那個面積真的差到 呃 差不多 這麼多倍嘛 那這個就是另外一個 可能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大小只是反應說 誰大誰小的話 那大小差異有時候會 暗喻說你數字的差異 那這裡在你數字range很大的時候 這個方法可能會 需要注意一下 OK 好我還蠻喜歡大家的答案的 你會發現啊 文心法的一個小優點就在這裡 你心中想的是什麼 做出來的就會是你想的東西 那因為每個人想的 都可能有略為的差別 但這就會體現在你的設計下 每個人都不一樣 這因為齁 因為 呃其實 除了我們自己的SGD以外 在外面的試騙 他們其實有蠻多其他簡報的課程 但他們有一個 我以前就在說 他們會嘗試把你 變成他們簡報風格的加盟商 那這樣就變成 你去學他們的 排版方式 學他們的字型大小 什麼滿版圖片等等 你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變成他那個流派的風格 那應該是不錯 但是 當他那個老師越教越多人以後 就會發現怎麼每個人都一樣呢 那這樣的話 那頭影片反而就失去你的風格 你就變成那一個老師的加盟商 所以覺得 在這裡我們不妨從核心的心理法去出發 你心裡在想什麼 你就用視覺的方式把它寫出來 那這樣慢慢的在這個過程中 你才可以形出出 屬於你自己的風格 OK 那我來帶大家分析一下 這張投影片我可能會怎麼想 首先他有分了兩部分 內部應用跟自主解決方案 這樣可以帶大家看 我們有這兩塊以後 我們接下來可以簡單的動作就是拆分 我們有兩個不同的講解目的 所以拆分應該是合理的 好 再來我們看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有三個 相次、應用議題跟成效 請問大家相次重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 他1234 但是他也不是順序 所以就是四個東西而已 所以在這裡啊 我預計說 既然相次不重要 我們有四個東西 他們可能就是 如果每個都一樣重要的話 應該就會是平行排列 或者就是切成十字形 四個這樣擺放等等 好在我們看應用議題跟成效 請問你大標重要還是內文重要 應該大標比較重要吧 那請問在這裡 如果你是這個公務員的話 你會想表達應該是數字嘛 紅色的數字代表你的績效 所以某種程度上 在內文裡面 紅色的數字是又比內文 要來得重要一些的 應該是這樣子 那我自己個人的話 我會傾向於 讓這個數字比大標來得更大 因為數字比較愛說謊 如果大標很大的數字 相對比較小的話 這樣你表達力量會受到一點局限 所以如果我來改的話 初步在很短的時間內 我大概會把它換成這個樣子 標題一個大的數字 跟裡面比較小的內文 把它改成這樣 這是前面內部應用成功案例的改法 那當然另外一張自主解決方案也一樣啦 你會發現啊 你只要從上面那一張 複製一張一樣的頭裡面 然後改字就好 你會發現 一旦你確定這種排檔以後 你要改頭裡面的速度器是非常快 你可以不斷地應用你前面改過的版型 所以這位某種程度上 就是鼓勵大家把以前做過的東西存檔起來 你以後要用的時候 很快把以前做過的東西提取出來 這個動作其實也可以很大幅度的縮短你做頭裡面的時間 OK 但是這裡有一個地方我想跟大家 數字不是每次都這麼重要 因為自主解決方案 它實在說這個數字就是 你那個方案啊 做了多大的金額 可是問題是說 你做了多大的金額 當然這個有30.8億的就很不錯 啊這個0.多億 感覺就沒那麼重要 那我不能說 假設在這個情況下 我要凸顯的是 我做過哪幾個重要的案子 比方說這個財政部的食品運 聽起來就比什麼老保案 要來得更fancy一點 這裡假如說我想把 標題放得比較大 這個數據次之的話 我稍微換一下它的位置 我們就會發現 在類似的設計底下 稍微調整一下大小 你表達出來的意思 就不一樣 只有端看你把哪個東西 視為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就是這個部分 我是希望啊 大家回去的時候 因為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面對其實是文字 尤其是法律級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大小跟動位置這些東西 做起來速度非常快 至少我會希望大家 可以常態性的做到 這樣子的水準 那與其去找譜 或是自己畫畫 這麼做可以讓你在很短的時間 做出非常有效的改變 那這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那再來呢 如果以上的方法 我們都試過了 還是成效有限的話怎麼辦 調整大小位置跟線條 還是沒辦法視覺化的話 該怎麼辦呢 這裡通常就是大家最喜歡 聽的最fancy的一個部分 就是針對關鍵處境 所謂的圖像之換 就是把 你原本是文字的東西 換成 觀眾對他來說更有感的 比如說圖示或照片或是束縛等等 把你的文字換掉 那這裡啊 這裡就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你如果把整份文字 全部都換成圖像的話 欸 你會少一點說明文字 所以 觀眾看起來就會很像 看圖說故事 就像沒有對白漫畫一樣 你完全不知道他在創三角 這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 就是相信什麼 圖大為網 或者是圖大於表 就是什麼 文不如表 表不如圖嗎 這類的口訣其實很盛行 有人最喜歡把簡報做成整份 就是一堆那種icon想 在那邊動來動去 然後你完全不知道在做什麼 這個通病其實很常見 關鍵其實在說 我們要在什麼樣的地方 花時間去做圖像之換 你每做一次這個動作 就要花費相當的時間 所以你最好確定把它 花在刀頭上 這個刀頭是什麼呢 你可以這樣想 首先 我們表達內容裡面 有一部分是講者的重點 那另外一個我分析的軸線 是觀眾的網頁 有關右邊這個觀眾網頁的部分 如果你的資訊位於這裡 那就不重要 因為它不是你的重點 觀眾也聽不懂 那就算了 這些就算了 因為你就在花時間 去把它圖像畫得很好看 那根本不是你要講的重點 你去做就浪費時間了 所以屬於這一塊的資訊 你就不用再做任何事情了 那如果是屬於左邊的呢 它是講者的重點 但是觀眾其實不會聽不懂 那這時候你要做的最好的動作 就是直接用講的 因為你直接講的話 觀眾其實是會聽懂的 這一部分的資訊 比如說 怎麼出生年月日後 你直接念過去 那觀眾其實會知道那是什麼 最用講的就好 比起你花時間把它畫成圖 直接用講的 對你來說CP值得更高 所以這個時候各位就知道了 這個死亡區是什麼 講者要表達它 但是觀眾又很難聽懂 這個時候就是你把屠像置畫的功力 放在這邊的最佳時機 所謂的刀口 就是這一個位置 那這裡我們會需要一些示範的體現一下 這一招到底是什麼樣子 我們來花一點時間讀這一段文字 一波拉的病毒啊 在西北的疫情目前擴散其實很嚴重 2014年2月 首次爆發於基內亞 造成了517人感染 3177人死亡 3月的時候 豪萊比瑞亞造成 600多人感染 500多人死亡 600多人感染 500多人死亡 欸 好越來越多人了 有點奇怪 好 沒關係 總之這一段看完以後啊 它的pattern其實蠻相近的嘛 什麼時間 什麼地方 有多少人感染 有多少人死亡 你如果應用前面 我們有關視覺化的概念 大小變化 位置 跟邏輯 線條的連接 你大概 可以把它整理成這個樣子 這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普遍性去做到的 把你的資訊 利用大小的出現 以及 位置的排列 來體現它的關係 這是我們的大標 那它隨著時間順序 一個一個排下來 那基本上 你在出去演講 你在演講的時候 如果它是長篇的文字 你時間又不足 做到這個地方 其實就已經夠了 對 但如果你想要把它講得更精確一點 我可以這麼做 稍微想像一下喔 你看到這張通影片的時候吧 你觀眾會想到什麼 它應該是 你的病毒在什麼時間 什麼國家感染了 什麼人 自死 死亡了多少人 大家可以在讀那段文字的時候 感受到這一條 可是問題是 中間的數字什麼 根本都不見啊 因為那些數字根本是記不起來 我們對那些數字沒什麼感覺 但是偏偏 你的觀眾 可能你的講者 又偏偏就是想表達這幾個東西 時間地點感染跟死亡人數 這幾個東西超重要 這個時候 就是你進行圖像置換的一個關鍵 時間地點和感染死亡人數 這幾個東西啊 我要爭取一下大家的意見喔 個人舉手 時間的話 你會想怎麼視覺的話 箭頭 用箭頭 OK 很好 時間軸 時間軸 很好 這我先以時間軸做一個例子 地點的話 你會想怎麼視覺的話 地圖 地圖這個非常好 地圖這個東西 我們也蠻常碰到的 那感染跟死亡人數呢 這比較難 長條圖 OK 長條圖 OK 長條圖是一個可以做的做法 那你會發現 這裡我稍微就是 把用有點小花巧 用一個幾個人 把牌在一起當長條圖 這幾個人呢 在這裡我大概只提一次就好 就是你可以在這個網站上找到 那這裡不用抄 因為你的講義最後一頁 我把這個網站 的網址列在上面 前面我說的什麼 我前面非常奮力開表的 什麼很多黑黑的小圖 是一堆小人在畫面上跑 很多就是因為這個網站的流行 但是它其實還算是方便啦 因為這種小圖像 會比整張照片要來得好早 也可以加以組合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可以去這個網站上找 OK 回到我們剛剛的時間 一點點個死亡人數 你會發現 剛剛的對答 很多人都可以直接答錯 我心目縮縮想答案 時間就用時間軸 地點用地讀 死亡人數用長條讀 你會發現這幾個問題 個別出現的時候 你要對付它都不難 那問題就是說 這幾個東西一起出現的時候 你先把它分解成三的四問題 然後這時候一一對付它 你再把它組回去 別人就會覺得 哇你這張怎麼這麼厲害 比如說 你時間沒有感覺對不對 我用時間軸 把它寫出來 再來 你人數沒有感覺對不對 我把長條讀 我放在這裡 那你知道說 它感染以及死亡的比例越來越大 一直到奈及利亞這邊還比較小 再來 你對那幾個國家的位置 沒有什麼感覺對不對 我把剃圖放在這裡 你就會發現 有一些額外的資訊就出現了喔 基內亞 奈及瑞亞 斯子山 這幾個國家就在這裡 所以可見是從基內亞這邊 就近擴散的 那奈及利亞 這麼遠 從這邊跑過去了 那是不是就代表說 你這個病毒已經開始擴散 不限於臨近區域了呢 所以你就會發現 從前面那一段文字 就是到你做的大條線條操作 再到這一步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精準的鄭重你的觀眾想聽的痛點 這時候你的視覺化才是有效的 相反的 你如果沒有那個觀眾盲點 跟講者重點的交集 那種概念的話 你很可能會找一張什麼 壁圖的題目 而且它很大 把它整張滿版都是 那樣就是 沒有放途 但它沒有精準 命中你觀眾的痛點 所以它是無助於你觀眾的理解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觀念 其實很重要 OK 我給大家一個類似的範例 這另外一個非常相近的案例 流感大流行 它出現在西班牙這邊 應該說在西班牙最為流行 曾經全世界有五億個人感染 那 因為那個時候才十七億人 十七億人而已 五億人感染 大概已經二、三十%的人都已經感染了 然後又有其中五分之一 一億人左右死亡 等等的 那它平均致死力比一般的疾病 來得更為致命 這就是條約的事情 你看下來 你會不太知道說 這幾個東西有什麼關聯 那在這裡啊 嗯 好 我之前有兩個人 提個意義 你想怎麼改這一張 有嗎 這可能需要稍微想一下 我來分析一下 這裡 大家最不懂的會是什麼 西班牙 大家都知道在哪裡 那 呃 你比一般的流感 要來得很嚴重 這大概可以從大流行 三個字猜出來 問題就是說 它的嚴重成果到底多嚴重呢 觀眾可能要判斷一下 十七億人裡面有五億人感染 五億感染的人裡面 又有五千萬到一億人辭掉了 這個比例的關係 才是大家 光看數字的時候 要腦袋轉好幾轉 才會想出來的東西 所以啊 我會針對這個數字比例 來做圖像置換 那接下來問題就變很簡單了 請問 要表達數字的比例 以及就是百分比的概念 這個要用什麼東西來視覺化 個人舉手 黑色的先生 圓筆圖 圓筆圖 非常好 圓筆圖在表達比例的時候 算是一個有用的工具 雖然圓筆圖在大部分的時候 其實蠻難用 但在這個case上是好用的 所以這裡我做的改動是 我先把這個字刷放個位置 然後把它就是 一般流感的五十倍啊 用大小的觀念去明顯的寫出來 再來 有關最重要的圖像置換的部分 大概會做成這個樣子 這有點花俏 不過它大致上 它的圓筆圖是一樣的 你用這些人 去排成一定的比例說 欸 全世界有這麼多人 其中這麼多人感染了 那感染的人裡面 這些 又死掉了 再用邏輯線條 去把它拉到對應的位置 告訴它 跟這個有關的概念 是這一串字 跟這個有關的概念 就是這一串字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把前面的問題 一層一層的拆解 再根據痛點去解決 你的圖像畫就會非常地到位 這跟剛剛類似的例子 那請問一下 如果剛剛那個 比一樣的話 你會不會 顏色會導覆 比如說 紅色跟黑色會 分布性還好嗎 OK 所以這就是問題是 首先 顏色使用上 灰色這看起來就是不重要的顏色 感覺應該是全部的活人 然後再來 如果你要解決就是 紅色跟 黑色彼此 會互相影響的問題 我目前一瞬間想到一個解法是 動畫 就是感染一定是 黑色人會死掉一定也有感染嘛 所以第一個可能先出灰色的圈 再來 其中紅色部分 這麼多的人感染了 就再出這一段內容 再來 黑色這部分死掉了 這邊黑色人跟這裡的內吻同時出現 這時候一層一層的講解 你就可以避免說 黑色跟紅色一瞬間混在一起了 對 上上投影片上面有寫說 就是傳染範圍 戶籍到哪裡 如果在這個地圖上 用漸層去表達 會讓這個投影片太多資訊嗎 還是 嗯 我會這樣取成某種程度嗎 是因為就是 在感染大流行裡面 它擴散到什麼地方 就只是在描述 它這個感染 蔓延的很嚴重 那它在翻譯 蔓延到哪裡 那它剛剛是蔓延到北極海地區 以及 稍微偷看一下 它應該是 然後太平洋群道 這幾個東西 我們大概都知道在哪裡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講者重點 讓觀眾 不是盲點 他們聽得懂 所以這個地方 口頭講解即可 OK 好 這是有關這一張 因為這個視覺的話 我們多看一點例子 像你左邊那組很漂亮 但是你怎麼做 OK 怎麼做呢 你要快點做出來 不要快點做 用PowerPoint的話 你可以這麼做 首先你先把上下的小人定出來 先把它群組起來 這時候你兩個小人為一組 這時候你複製一個以後 把它轉90度 一樣把它群組起來 這時候你有四個小人 然後這時候再 做45度的 所以你只是一直複製而已 POWERPoint每旋轉一次就是15度 所以你要做90度跟45度的旋轉 都是相對簡單的 那這時候你有八個 代表你每多複製一次 你就會多八個人 那這時候再每次轉六度就可以 這個角度也是可以直接用輸入的方式 但這在PowerPoint上會比較困難 我自己是用其他軟體做的 因為它這個軟體的特色是有一個快速的功能鍵 叫做Ctrl加F 意思是重複三個動作 所以你有了第一個小輪 你把它轉六度輸到這裡的時候 我狂按剛剛那個快速鍵 它就會這樣一直長出來了 這是比較方便的做法 那它是比較花俏 但是如果你不這麼做的話 你用一個圓筆圖 可以達到一模一樣的表達目的 那只是這個會比較漂亮一點的 其實是不用做的 很有問題 就是有沒有那種可以 就是你把它排出來 然後直接轉成一個圈面的功能 轉成一個圈面功能 發揮可能很困難 對 我剛剛談的就是 基本上就是Ellustrator 它在你旋轉一定的角度以後 你不斷按Ctrl加F 這個重複上一個動作的功能 它就一直轉轉轉轉轉這樣 右上角那些紅色跟黑色的人 會不會用黑色表達 感染的 然後用紅色表達時 會比較幹清楚的表達 說這麼多人裡面 有這麼 就是這麼樣的 鼻翼的人死掉 那顏色的使用 我是覺得是OK的 只是我個人會比較偏好說 就是黑色是死掉 紅色乾是我的選擇 那你要把它換過來也是OK的 因為你口頭上會講解 OK 好 那這裡我們都用一點範例 大家來看這個 第一 全球經濟體 它的舉辦產生散禮變化 你會發現 這一個人 他犯了什麼毛病 他有圖像畫 但是他圖像畫到奇怪的東西上去了 這裡啊 他的重點應該是佔比的變化如何 那他放了一個地圖來表示他的國家位置 不止如此喔 他的地圖還很奇怪喔 英國還長在格林南 日本還跑到北極去了 中國則在俄羅斯 這個不僅是視覺化錯東西 本身也還有點失敗 你看喔 如果是我來改他的話 我可能會改成這個樣子 把他重點部分用長尿圖的方式表示 那他要表達是佔比變化嘛 這裡我用箭頭 就可以比較明顯來體現這個觀點 這一定要告訴我們就是 你視覺化要視覺化對東西 你要視覺化在 觀眾的盲點跟講的要表達重點上 你如果視覺化在不是重點的東西 你就會浪費時間 再來是這個例子 我來看一下喔 這張例子他的背景是 我說 這些我示範的這些啊 全都是就是我跟其他人要來的簡報 他們都是真的 對對對 這有點令人震驚 不過 這是真的 並不是我會造一張出來說 我要這樣教大家 並不是喔 要做出這張對我來說有點困難喔 不好意思 好 這一張是一個業務要去推廣 請各位學生來考驗我們的認證 所以這個認證他才提出 欸什麼在故族不慎日理的情況下啦 如果你有證照 欸有一個人站出來不知道為什麼 那可能有這好幾個講話這樣 欸重點是什麼 你的面試機會 是不是大幅的增加 以及你錄取與否 有證照的人 會錄取的機會大很多 這其實是這張簡報的關鍵 但是他卻被擺在最下面 所以 若是我的話 我就會選擇 把這一部分的東西 講清楚 我可能會把它改成這樣子 但如果你覺得 就是做圓圈有困難的話 你也可以只寫數字 只寫數字的話 基本上大家就看得懂 是什麼意思了 OK 這就是一樣 把視覺化的重點 放在講者的重點 跟觀眾的重點 的位置上的 重要性是這樣子 OK 好 以上就是有關 視覺化的部分 那再來 這個方法 最後 這個聚焦面降噪 它是一系列 比較 瑣碎一點的東西 所以在這裡 我一樣會用例子 帶大家看 這個部分的話 我會帶的稍微快一點 這個東西 我大概會說明為什麼 這個東西是這樣 我們在提升資訊 跟降低雜訊的時候 我們會有很多種做法 但我會相對建議大家 從形狀跟顏色去切入 設計方案很多 但是我們需要的是切入點 這樣你才有辦法 再拿到簡報 那你下哪決定 你要做什麼事 這裡其實很重要 也決定速度的快快 為什麼是這兩個 因為你眼睛看東西 基本上就是看這兩個東西 這裡有一頭藍色的 跟這個形狀有兩行字 所以從形狀跟顏色去下手 基本上對你來說 最有力 那你要怎麼做呢 基本上我會把 增加資訊跟減少雜訊 兩種目的來區分 然後從顏色要怎麼辦 從形狀要怎麼辦 我可以發展出四套策略 把它圖放大一點 大概是這樣子 增加資訊的話 從顏色的角度 你可以給它鮮豔的彩色等等 但如果從形狀的角度 你可以把它狂擊埃阿 立體浮凸等等 這會讓它資訊更加提升 如果你是面對不重要的雜訊 你要減少 從顏色的角度著重 就是把它改成灰色 或者是不必要的背景去掉 遮罩 這個是指那個半透明的白色的方向吧 有點像衛生紙一樣 把它遮住的感覺 那如果是形狀的話 你去對齊等等 這些都會有效的降低你的雜訊 那這幾種策略雖然多 但是我已經不幸的 把它印在你的講義上了 所以各位應該是 不太需要抄太多的東西 這裡阿 有一點很重要 不管你是要聚焦還是降噪 請你都不要化蛇天竹 意思就是說 剛剛所談的很多策略裡面 你用到一兩個基本上就有其效果 像看你如果一行重點 你寄給它 放大 粗體 陰影 顏色 還框起來 那會變什麼東西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挑一兩項拿來用 就足了 你在多 多做的都其實是化蛇天竹而已 這裡我用一個例子來帶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實用方式 比如說這一張 這一張比較像醫學的表格 有些人會需要做表格的比較 像洪框框起來是最常見的做法 我就要比較這兩個數據 那從聚焦跟降噪的角度 我會怎麼去做這件事情呢 首先 通常我會從減少雜訊開始 減少雜訊比較簡單的 因為資訊只有這兩個 紅框的範圍內 其他東西很多都是雜訊 所以首先 背景我就先拿掉 用黑色的話 它就會跟其他 物質的地方容易 再來表格 其他的數據 並不是說就是不存在 我表格還是要在 但是相對不重要 所以我就可以用遮罩 來把它刷蛋 這東西是一個半透明的 白色長方形 我就是把它貼上去蓋起來而已 它就會有一種 有點像衛生紙的一個效果 這算是一個小技巧 好 再來 這個字有點小對不對 看不太清楚 接下來我要如何增加資訊呢 有些人就是把什麼 裁切以後再放大 可是解析度真的如果太低的話 就很困難 它數字嘛 那你就用打 這其實還蠻實用的 你就打字就好 而為什麼你會有辦法在這裡打呢 因為你下面有遮罩啊 你前面先有的遮罩 你再打字才打得上去 對不對 不然你就會一堆東西 糊在一起 最後 這一點是 我在對於做圖表 做表格的時候 最希望大家做到的 就是把你的結論寫在上面 圖表跟數據都是證據 那其實這一張做為你的同一片 同一片真正要表達的主題 是你對這些資料的詮釋跟洞見 那也就是你的解釋的結論 我會非常希望說你在做表格的時候 要把這一句直接寫的寫在通明面上 對於你要跟你的觀眾共通 是會容易很多的 因為這樣 你可能會看著表 然後講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以後 你得到這個結論 可是對於這個觀眾 他應該會想做的事情是 先看到你結論什麼 然後回去對這個表 是不是對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這麼做 對觀眾來說是會非常貼心 這就是我們第一個基本策略 運用遮罩去減少顏色的雜訊 如果你還不明白遮罩是怎麼操作的話 我會給大家一個小小禮物 大家上次啊 上一次如果沒來的話 你非常可惜沒有上到就是 有關如何快速的做到 某幾件關鍵的改變 那些快速簡單的技巧 現在這些東西啊 我去找一些 弄一些影片 就在說明我曾經教過 什麼樣子的操作技巧 我把它放在你講一開始的QR Code 累積 那個課程網站的網址上 你回去只要輸入這個網站 你就會被導到我開的一個資料夾 裡面所有的影片都在裡面 包含什麼做遮罩啊 以及後面的操作等等 每個影片都不常在一兩段影片內 把它全部看完練習一下 你的速度就真的可以快上非常多 令你做到你以前 以為做不到的東西 這樣子 OK 好 在下一個例子呢 上面是表格嘛 接下來我要示範圖片 你要怎麼快速的去做聚焦跟焦躁 在剛剛的表格一樣 我都喜歡用紅色的框框 把重點部位框起來 那如果剛剛是表格 現在是圖片的話 我會怎麼操作呢 首先 遮罩是剛剛學過的嘛 這大家已經知道了 不重要的部分 用白色的半動影方框遮起來 我用白色是因為背景是白的 這樣你才不會看到說 有一個很明顯的什麼 藍色遮罩在這裡 那就會有點悲劇 再來 這個部位啊 你可以把它採檢出來 上陰影的效果 它會有點凸出來 那你的觀眾要看到 它是更容易的 再來這個改變是 我可以把它放得稍微大一點點嘛 因為它是重點嘛 你會希望 它 讓觀眾看得更清楚 放大也是提升資訊的方法 而最後 減少雜訊的角度 這背景有彩色 我可以把它轉成黑白的 那這樣的話 你就會被迫注意到彩色的東西 這四招聯合使用的話 任何圖片幾乎都可以被你搞定 一樣喔 我再整理一下 從 增加資訊的角度看 你可以用陰影以及放大 來把重點部位放大 那有關降低雜訊 你可以用遮罩 以及把背景轉成黑白的 來把雜訊給降低 這張圖片非常值得大家拍 各位可以動手了 那這四個東西分別要怎麼操作呢 一樣 在我給大家的這一些影片答案裡面 你都可以找到 如果你對這些手法有興趣想學的話 回去看影片 你就可以學到了 好 3 2 1 好結束 這最後一個例子 剛剛是一張圖片 大量的圖片 該怎麼辦呢 這也是一張真實的案例 就是台中 因為台中市政府他們的員工 做出來要Promote 音樂圖藝術節 這一個時候做出來的圖片 你會發現 第一個你會想做什麼 這是對齊啊 這一堆零零腳腳的 我第一件事先做對齊 對齊完以後你就會發現 零 快變得舒服很多 因為這些縫都貼在一起了 就不會出現形狀上的雜訊 在第二個小眉角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放多個圖片對齊的時候啊 你的背景最好是黑色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萬一沒有對好的話 黑色的部分就會很像 這邊投影機沒有打到位置一樣 就黑黑的而已 如果你有地方沒對 那個地方就會 背景是白的 就會出現一條白痛 這個就超明顯 就比如說左邊沒有對好 這邊就會有白白的縫在這裡 這個就會超明顯的 如果你用黑的話 它就跟背景融為一平 你就不會發現這個缺點 那當然如果圖片想要更清楚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最大 然後一個一個加 這樣子的話你在表達的話 幾乎可以確保說 每一個人被放每一個點頭看清楚 先出全部 再一個一個放 基本上是先見零 再見樹 是前面觀念的一份應用 那一樣 跟史達普這邊 你會發現他的照片 跟上一張葛萊梅獎筆 是不是稍微小一點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我們把背景剩成黑色的 所以你根本不會發現 你這張朋友裡面有什麼影狀 如果你背景是白的 這邊就會多一條白色 那邊也會多一條白色 觀眾就會發現說 你這張圖片原來這麼小 那你如果是黑色的話 他就跟旁邊的父母融合在一起 就不會發現這個問題 這就是有關多個圖片 我會建議大家所做的操作方式 用對極來減少 顏色的形狀 這樣下去 那當然細節操作方法 一樣是請各位 用影片的方式來學習 有關聚焦降噪的幾個示範 我想到這裡就稍微 到此為止 這裡我們可以稍微 大家稍微休息個 五分鐘左右 那我們下一天 來談這個有趣的議題 OK 一樣五分鐘之後 大家如果都 同組的人 在位子上的話 我們就可以加五分 在這裡 休息開始之前 我稍微延長一下 休息十分鐘好了 休息的時間內 我給各位一個小挑戰 請各位看到獎益的第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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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待會上課開始之前 你們那一組幾個人分工合作 把這幾個粉專全部按一遍讚的話 你們這組可以加十分 OK 好 休息十分鐘 開始 不用一個人把他全部按完 你們那一組三公合作 每一個粉專都有一個人按讚 就可以加十讚 請開箱 開始 枚än 回答 污 Maps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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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个 第1个 第2个 第2个 第1个 第3个 第2个 好可愛嗎? 呃... 常有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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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 是 同 鴨 是 坐 他 就 他 fuera 你 我 是 好棒喔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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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